皮竹筍芒果沙拉 非常的消暑 非常的好吃 那如果你買得到它有帶土的 更好一定是當天 那些阿飛啊 他們去挖的 非常的辛苦 保證學的會的大竹菜 夏天到了 要介紹一道 我們竹筍芒果沙拉 哇天啊 超棒的 竹筍呢 一定要像這樣子 屁股要大 比較有肉 然後一定要 就像做人一樣 然後要 謙虛啊 地頭呢 記得 一定要選這鵝黃色的 綠色 米南語叫做 出青就會苦 還有一個盡可能 買沒有泡水的 一旦泡水 第一 它會纖維化 第二 它含水量過高 第三 它的甜味會流失 那如果你買得到它有帶土的 更好一定是當天 那些阿飛啊 他們去挖的 非常的辛苦 我們一定要支持 我們台灣的農民 接下來就教大家 怎麼樣來煮這個綠竹筍呢 把它洗一乾淨之後 放在鍋子裡面 這樣它躺著 我們水 冷水喔 冷水 水一定要蓋過 這個大概是煮 三十到三十八分鐘 到四十分鐘好了 有沒有 這綠竹筍 很漂亮喔 來把它擱進來 放在冰水裡面 因為我們要讓它毛細孔 迅速的收縮 讓它甜味 保留在這裡面 懂吧 好 來 我們現在來教大家怎麼樣來切 這裡 把它切下去 然後把它拔 在市場都這樣 像這樣子 好美喔 這樣把它削掉 不要覺得說可惜 這個還是比較老一點點 你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 切的時候呢 它的纖維如果是很硬 那就要繼續再切一下 如果沒有很硬的話 那你就適可而止 切成滾刀 盡可能就大小一致 這個客家的話叫竹筍 竹筍 竹筍 古代人也非常喜愛這個竹筍 以前呢 不管是蘇東坡 或者是南宋北宋的時候 這幾百年的歷史 它纖維是非常的夠 然後再來 我們維生素也是一樣 好 放下來 一定有我們的沙拉醬 是竹筍一定要配的嗎 一定要有 輕輕的從底下拌起來 然後我們現在加一點點的鹽巴 可以把它的甜味提升出來 接下來 蘆筍 給一點點的鹽巴 沙拉醬 把它拌一拌 在家裡也可以擺的美美的 然後接下來 芒果 你不會用芒果來拌沙拉醬 但是我告訴你 今天看這個節目之後呢 你拌看看 超級美味的 一樣 沙拉 有比較美吧 有 謝謝 好來 來 我吃看看好了 好美味喔 簡單的沙拉醬 就可以變很多的料理 那小孩呢 平常不吃水果 你也可以用我們沙拉醬 把它輕輕的拌一下 非常的消暑 非常的好吃 那希望這一道 綠竹筍芒果沙拉 你會喜歡 揉手做看看囉 耶 手蠢 綠竹筍呢 要更好吃 我們營業用的 它怎麼做呢 35分鐘 關火 上蓋 讓它自然的冷卻 然後整鍋再把它冰到冰箱 你要吃的時候 再把它打開來 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做我們綠竹筍 是非常香甜的